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,国民党男市议员蔡玉辉今天,22日,在市政总质询时,影视同选区民进党市议员赖会员可能会对土地开发官说。 赖会员获悉,今天下午在议会记者室表示,周五将赴台南的检署控告蔡玉辉涉嫌诽谤,痛批蔡玉辉毫无实据乱放话,根本是抹黑。 蔡玉辉表示,有关赖会员提告一事,呆得检署传去后,她本人自当倒数提出说明,蔡玉辉今天在总质询时,提及民进党一个议员,软拿一区一个兴赖的女生,不是一掌窝,也有买地,也有买房子捏,我很怀疑说吼,云非凡他有,会不会来书通臣美龄放水,会不会啊? 赖会员说,议员身为代仪士于义士听问证,应小心求证质询依据具体原因事实,向市政府提出建言,蔡索质询的土地开发内容,透过全台南电视直播管道散播未经求证且不实之言论, 涉及刑法第310条意图散布于众,而指责或传述足以损他人名誉之事,且此言论并不符合刑法第311条的免责条件,更不是一位称职的代仪士应有的作为。 赖会员说,在总质询过程里梦艳市长、兜发局长庄德良均依据相关检调,行政法院的文书予以解释,且所致建照使照都是依法申请,并无违反行政程序法的情势,也没有违反比例原则,更无蔡索贏书通,放水的原因事实。 赖会员说,请蔡玉辉应该深切反省之前许多不适当的举措与言论,例如动手推教育局长的额头行为,梦见孙中山、景肖家给令理专户撕裂夫妻互卸的言论,此身言行应更加谨慎。 赖会员说,面对无关事政却假问政知民行诽谤之时的行为,应以宋志报,以经委由律师并搜集证据将在24日下午1点30分前往台南的检署案铃申稿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